大家好 现在美国是确诊了138万死了8万多 有华裔记者CBS记者去提问特朗普 他说你说我们美国是在检测上比其他国家都都要好 特朗普说是 那为什么每天还都发生那么多就是美国的美国的人会确诊那么多的美国人的生命的死亡 然后特朗普说世界上各地每天都有很多的人死亡 你这个应该去问中国 你如果问中国的话你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答案 然后那个就是 那个记者他就说下一个 然后有一个女记者站在这个记者后面 CNN的记者 然后这个CBS的记者就 哥伦比亚公司这个记者就 把口罩拿出来 他说 为什么你对我提这个 为什么你说 给我说这个问题 就是很愤怒 把自己的口罩也揭下来了 然后CNN就等着他问这个问题 他说 不为什么 任何人提这种问题我都会这样回答他 这是一个烂问题 然后 然后下一个CNN那个女记者就来问问题的时候 特朗普就不让他问 特朗普说下一个 那个女的说你刚才叫我了 他说是 我刚才叫你 但是你没有回应 下一个 这个女记者说 我是等着我的同行来问完他的问题 然后再来再来问 就 然后特朗普说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各位 然后转身就离开了 拂袖而去 这就是美国 那个一针见血 切中那个特朗普的痛处了 会发生这种事情 美国现在 他是复工了 50%的复工了 而且是极其麻麻复复工了 不具备条件 每天的死亡还在两万例 每天确诊在两万例 死亡还是几千人 这个是非常怕人的 中国还有新西兰 还有澳大利亚 是在那个零确诊 就是没有人确诊了 连续多少天 没有人确诊的情况下 然后去去做那种 去那种 做那种复工 这样的话 我会 所以美国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的 在之前他是在纽约 放了一个医疗船 在加州放了一条医疗船 还有在纽约的会展中心 是 让部队建了个医院 建了医院 但是他这个医院了 收治的 要求特别高 25个条件 符合25个条件 医院想想转过去 说是这些人是需要住院的 但是症状又不是重的 可以 然后就有医院就转了 提了95个申请 只有一个被批准了 转到这边 而且美国现在是说 要是 要是 有新冠 有那种 在家里待着 除非你不能呼吸了 然后去医院 他是害怕这个医院被爆掉 医院之所以没爆掉 是大量的人是待在 就是疑似病例啊 和那个患者啊 是待在家里 轻症就待在家里 待在家里 现在又把那个给 这个医院 还有那个 医院和 医院和 和医疗船 给医疗船走了 然后那个 搭建的那个医院给 搭建的医院就跑了 给撤退了 撤掉了 所以说 美国现在 下来就是等疫苗了 疫苗又是18个月出现 所以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群体免疫 群体免疫的话 就有50% 就是让那个卫生专家来说 是50% 要 50%到70 得上了 才能够 才能够免疫 才能达到效果 美国是有 3亿多人口 就是要有 1亿5 以上的人口 要去确诊 才能发生 群体免疫 所以这个不是 一般的那种情况 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严重的情况 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发生 才会 才会出现这个 才会出现这个事情 让我们 让我们 所以美国的事情 现在 是要群体免疫吗 而且复工现在 这么猛 而且确诊病例 死亡病例 还在秩序的上升 纽约是5月15号 然后 就是建筑业 也服务业 要要付 然后其他 是要6月6号 要付 这个都是 那个难题啊 经济上 有重大的压力 然后 很多 企业 很多企业 这次要破产了 有一些新兴企业 会兴起 所以这就是一种 出现一种乱局啊 就是一个 特别混乱的局面 奥巴马会出来说 这是 就特朗普的防疫 就是这种乱的根源 就是一种乱的根源 所以说 现在是 你向那个记者提问 提这个一间论问题 特朗普 特朗普就不回答 就 就那个 就让记者闭嘴 就说他是假新闻 所以不解决 不解决问题啊 不不处理问题 不把问题处理掉 而是去 那个 故作而言他 而且 有八成的人认为 现在不能正常的去 正常的生活 八成的人 不能正常生活 复工也不能正常生活 就是不能去坐飞机 然后不能去坐游轮 还有是不能去参加那正常的比赛赛事 去做观众 正常的比赛赛事 美国是体育大国呀 这种不能正常 还有是 你像中餐这么的 这么的喜欢 苏喜 这么的喜欢 这个 糖吃 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存在聚集 还有去看 剧院 那么多的演出 还有迪斯尼啊 像好莱坞啊 这些都是遭受重大 惨痛的打击的 情况 所以说 大家是欲苦无泪啊 这样下去 这个经济 会 非常不好 会出现一个 大萧条的情况 出现 这种第二次爆发的话 确实是 难上加难啊 这一次 纽约 五月出现了 飞雪 情况 然后 加州 出现了地震 4.7级地震 而且之后会有 7级的地震 所以这些都是 对美国的一种考验 天灾人祸呀 纷纷出现 我们现在只能是 自我保护 留得青山在 不怕煤材烧 只有是 把我们自己保护好了 才有可能 在美国能够好好的生活 能够去 呃 实现 实现我们的 实现我们的梦想 这是我们 呃 能够自己能够做到的 就勤一手 多通风 呃 增强自身的免疫力 这样的话 才能够去 呃 去取得 以后 美好生活的 那种 取得以后 美好生活的那种 资格 要不是连资格都没有了 这是多么可怕呀 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好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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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